你还要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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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之前的账上有七万多 还完信用卡还剩五万 我这两个月飞得比较勤 咱们得有两万三 中间我还有收入呢 只要咱们省着点 撑个大半年肯定没问题 老婆 你下个月别飞这么频繁了好不好 我们最近连见个面都难 你以为我想飞那么频繁 这不是家里开支大吗 你现在工作又没找着 我不得多飞几趟 做点储备啊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机会还挺好的 我一个朋友拉着我一起创业 让我当他合伙人 我主要负责的是技术这一块 我在想啊 反正也没什么好的付责 要不然就搏一搏 也总比在家闲着抢 你觉得呢 你们这个行业风险挺大的 你这个朋友靠谱不靠谱啊 靠谱 他可靠谱了啊 他是我们公司的前辈 人家主动提出离职 就是奔着创业去的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 你看 你看 这是他发给我的PPT 他想做线上会议这一块 现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大公司 只要这个做出来 需求量大得很 这我也看不懂 你要觉得行 你就去呗 真的 当然了 老婆 老婆 可是现在拉投资不太容易 至少得有一个雏形 风投才有可能考虑投你 所以我们只能自筹启动资金 我们打算先做一个产品框架 然后再去跟大投资商谈 我朋友说了他出一百万 我们每个合伙人只要二十万就够了 二十万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啊 我们不是有七八万的储蓄吗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月的工资和奖金 就有十万块钱了 然后我们再贷上十万块钱 半年之内肯定还得清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咱们平常还有开销呢 还有贷款呢 这些就只能靠老人接济一下了 我跟我妈说过了 她愿意支持我们 老婆 老婆 我知道我之前做得不够好 不够勤奋 可是我这次真的是认真的 我一定拼尽我最大的努力 好好补一次 下班了 下班了 出去吃饭去 走吧 拜拜 今天中午在食堂吃饭 小姐跟我说她过短时间就要离职了 为什么呀 说是南边新开了一家四星级 想挖她去当客房部经理 是吗 升职了 她也想带我过去 让我当农村领班 你想去吗 当然想了 当领班多好呀 还能多正点 好什么好 她那是四星级 咱这儿 可是合资五星级 咱这儿什么环境 她那儿什么环境 你别看就差一颗星啊 客源素质可差大 你说的也是 要真去了 可没有闪光一刻了 有意思的课都上不了 你真把这玩意儿当回事了 有钱请老师还不如发点 洗漱用品给咱们呢 我接个电话 还是那个朋友 你先走 我一会儿就追上你 你先走 你先走 好 好 我说你先走 行 要闪光一路 想到他 偶尔尔尔也要走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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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柳好点了吗 好了好了 本身就没事 小柳 宋姐 今儿怎么不穿你新衣服了 今儿这天穿不任何事吗 合适我也不要穿了 我女儿说了 那个牌子已经过时了 下次给我买新的 那种更加透气的 叫北面啊 外国的牌子名字就是奇怪 北面 是因为北面凉快吗 来 来 我们今天用用这个吧 这是啥呀 还挺好看的 写的什么呀 买啥呢 多了个呃 少了个呃呀 这个叫Marshel 我女儿妃国外 刚刚给我带回来的 人家专门是做户外音箱的 好吧 是吧 我们以后跳广场舞 都可以用这个音箱 好了 好啊 我们也试试吧 我看这个音箱 对对对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江湖是不可能 永远保持平静的 在所有广场舞大妈心中 最宝贵的 除了脚下这片地 就是音箱 小小的手提音箱 就是他们的魂 而每天拎着音箱来去 按下开关键的那个人 就是这个舞团的王者 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现在 这权力受到了挑战 孙大姐 你看这个音箱 音质好 声音大 还轻便 我女儿讲了 这个牌子啊 是音箱界的爱马仕 我们试试吧 你是不是瞎花钱嘛 咱这音箱还能凑合着用呢 买都买了 也别糟劲了 等等啊 我给你拿U盘 现在这个是蓝牙的 不用U盘 接上手机就可以了 我呢 刚刚下载了一个音乐 现在外面最最流行的 快乐剁脚操 阿拉上海的小区都在跳的 我们也来跳一跳吧 好吧 不行 不行 一套操可复杂了 哪儿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 孙大姐很容易的 我教你包你一学就会 他们两个都学会了 你们过来 我教你 保准你一学就大 来来来 都站好站好啊 站好 来 好 那我们也来吧 快点快点 来来来来 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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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来呀 都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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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右边 坐起来 哎呀 右边 左手 右手 两个手 右手 左手 两个手 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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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怎么样 很轻松吗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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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算太难 就是有点消耗体力 跳的时候不觉得 跳完以后有点疼晕 锻炼嘛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觉得 比跳之前那个舞要好 又欢快 又能出点汗 过瘾 这个舞蹈嘛就是好看 当然了 比那个养生操嘛 运动量是大一点 但是我们跳养生操 是不是跳了很久了 总要换一点新鲜的东西嘛 是 真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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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